貼出大大的黑白大頭罩 洋洋灑灑列出懸賞通告 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年 香港國安處宣布通緝 包含社運人士 以及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許智峯 等八名流亡海外的港人 還寄出高達四百萬元新台幣的懸賞金 提供消息 這八名海外港人被指控涉嫌 違反港版國安法 罪名包括危害國家安全 煽動分裂國家 以及要求外國制裁中國和香港等 其中一名被通緝的海外港人 美國港人組織總監郭鳳已反擊 香港政府沒有權利在海外執法 通緝令只是為了恐嚇香港人 以及激起小粉紅的暴民心態 自己絕不會低頭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 總共已經逮捕兩百六十人 而中國對外關係法 以及新版反間諜法 也在七月一號正式生效 中國當局大力宣傳 人人都要抓間諜 官媒還特別搬出過往案例 當宣導 殺雞儆猴 意味濃厚 張某註愛期間 還無視紀律作風要求 多次嫖娼 與多名外國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 成為該國間諜情報機關 對其進行控制利用的把柄 美國國務院將中國旅遊警示 升高為第三級 建議公民重新考慮 是否前往中國旅行 警示等級僅次於請勿前往 以免遇到中國當局任意執法 或被禁止出境 以及錯誤拘留的狀況 靜新聞史方日朱佳麟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或着架角的様子 將入口皇在崔水 找成了抚青 萌典 唯獨